今天两条新闻 一条是苹果将会在9月12号发布它的新款苹果手机 这可能很多果粉非常期待 然而花粉的大事出来了 华为的Mate60一直说Mate60 但是今天是叫不宣而发 宣发布会都没发了 商城上已经卖了 而且也有在实体店当中 001号的顾客买走Mate60 但是也很奇怪 这个Mate60的芯片方面的消息是比较少的 而且也自相矛盾的或者说存疑的 不管怎么说 这款手机是一款非常好的手机 是目前华为的旗舰机型 当然价格没有卖到一万以上 几千块钱六七千块钱买得到 这是非常令花粉们非常开心的事情 这款手机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打卫星电话 当然这个肯定要有收你相应的资费的 就跟当初说能用5G的时候 大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电话能打卫星的话 那费用可能也是蹭蹭的上去 不到万不得已 肯定也不会打卫星电话 但是未来6G或者说更新的这个技术来讲 肯定是要脱离这个目前的基站 利用卫星 那像这个特斯拉的老板 还有马斯克 还有Starlink 有这种心链技术 那将来能够跟这种低轨道卫星 取得联系 应该是比较方便的事情 那么一小步手机 就能够和卫星取得联通的话 这个世界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我们期待着未来 期待着未来以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